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我们知道善和恶它是一个伦理学的概念 这个伦理学的概念它非常强调的是一个什么 普遍性的东西 我们知道康德在讲道德规范的时候 他说所谓的道德上的一种善 它是以人的理性为基础的 这个理性为基础就是要对抗命运的偶然 所以要确定一些普遍的 严格的 纯粹的 以理性为基础的 自我命运的这种法则 但是从最早的人的道德观来说 尤其是古希腊 包括这本书 也会浓墨重彩地讲的 比如说亚里士多多那里 还有古希腊的悲剧那里 它非常一方面强调人的这种理性 和罗格斯的重要性 但是另一方面 他们又有一种非常强烈的 对命运的一种意识 就是我们所有的这样的一种理性的努力 都有一个阴暗的背景 这个背景就是这种偶然和无常的命运 包括亚里士多多多我们知道 在他的论语学和政治学当中 都一直在讨论 但他也没有 也没办法往前展开 那就是关于这个阴老战 我们心头的这个幽灵 就是政治的这种命运和运气的这个问题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了 那因此呢我们就来看这个这本书 这本书的这个作者呢 是马沙鲁斯鲍姆 这个呢待会我们就挨着这本书读 他在异者的前言里面 他对这个鲁斯鲍姆 应该说是当代算是能够进入 整个西方哲学史名人堂的 一个少有的女性的这个哲学家 也是政治哲学家的 好吧 好 那我就不多说 我们的一种方法呢 基本就是比较老老实实的 忠于援助的 就按照这本书的这个次序 就读到哪里 就是我是一个代读的一个角色 当然有哪些地方需要我去稍微做一些解说和缠发的 我会做一些解说 偶尔也会有一些发挥 但是基本上呢我们也是一块 就是对这本书有一个深度的理解 是吧 这是我们的一个初衷吧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 我们需要慢下来 大家一块 我相信我们也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正义的这个思辨之女 好 那我们现在就看这个 译者的这个导读 他的导读的副标题 叫人类生活的这个脆弱性 与对正义的这个寻求 这当然就正义和人的这个脆弱之间 那他就形成了应该说是对立的两极吧 是吧 可以说正义就是为了对抗脆弱的 脆弱就是对正义的一种威胁 但他们俩真的仅仅是这样一层关系吗 是吧 就是我们对正义的追求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要以脆弱性作为一个前提 或者说脆弱也不一定构成对正义的一个阻碍 它恰好是正义的一个条件 这是我们当然就是望闻生意 一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 我们都会带着非常多的一些困惑吧 那我们就看具体怎么介绍的 我们先看这个译者的导读 他说鲁斯鲍姆或者纳斯鲍姆 他曾经在一个访谈当中说过 成为一个好的人 要有一种对于世界的开放性 一种信任自己难以控制的 无偿事物的能力 这个很有意思 就成为一个好人 我们知道亚里士多德专门提出一个命题吧 就是好人跟好公民 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 因为好人跟好公民之间 好人不一定是好公民 在中国的儒家传统里面 大家看那个白独眼里面 他就是讲 这个是什么先生 朱先生是什么先生 他给那个黑娃 留下一份遗嘱 叫做学为好人 这是符合中国儒家的这样的一种 圣贤理想 叫君主国 君子治国 那君子首先你是一个好人 然后你才能够成为好的统治者 但是好人跟好公民 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是吧 因为好公民呢 它更强调的是一种 公共性和规范性的东西 好人呢 有可能是一种追求自身的一种完满 甚至很多时候好人跟好公民 它可能是有冲突的 所以它是取决于你的一个外在的一种社会 和共同体的这个环境和条件的 他说当然了 我们现在先不追究这么细 他来就说成为一个好人 要有一种对世界的这种敞开性 这种开放性最重要的是意味着什么 你能够承认面对在我们的好之外 我们能够支配的好之外 有一种难以控制的东西 你如何在这两者之间保持一种什么呢 一种平衡 是吧 所以这个问题一下就给我们提出来了 是吧 所以他也说鲁斯鲍姆 他在这里所说的好人 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好人 也不是康德所说的 具有好的意志的道德行动者 康德说的好人就是具有自由意志的人 但是自由意志呢 它是与这个自由的任意 是相对的 是吧 自由意志它一定是以理性作为基础的 而自由的任意呢 就是以本能 以人的这个nature 这种本能就有可能是偶然的了 因为他是放纵的嘛 是吧 所以说意志跟本能之间会有一种张力 是吧 他是说 所以说鲁斯鲍姆的好人就更具有一种古典性 就是说他是一个勇敢的 面对自己作为人类存在者的真实处境 看见没有 真实处境 他就好人 他要面对自己真实处境的 就在这种偶然无常的 有一些不可支配的力量面前 如人如何去确保自己的一种独特性 如何去彰显自我的价值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 我们都知道 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是处处受限制的 我们身上来是被动的 我们的死也是被动的 我们在这两种极端的被动性之间 如何去展开自己的自由 这就是这里所说的好人的这个命迹 所以他说善的脆弱性这本书呢 他就是指在通过回到源头 考察古希腊的哲学和文学作品当中 对于运气与好的人类生活之关系的探讨 对吧 我们要这个去追求好的生活 我们首先要面对的 要处理的一个大的问题就是 人的一种运气问题 对吧 然后呢 由此当然就会揭示人类生活的这个脆弱性 和它的一些伦理的含义 是吧 伦理就是对抗脆弱的 那么通过回到源头了 又对当代的能力思想就进行系统的批判性的反思 怎么说呢 就是说我们今天现代社会 尽管已经我们的这个理性已经高度发达了 发达了 而且我们现代社会的最大的自信就认为 我们越赖越不依赖于这种运气成分了 是吧 可是呢 就是这样的一种科技 理性 这样不断进步的同时 我们知道很多的哲学家也都是优历的看到了人类文明的一种系统性的危机 就是我们并不 我们的文明并不是高跟猛进的 我们仍然控制不了我们自己的这个命运 我们说的是在根本上 所以如何去对抗它 那必须要回到这个源头 对吧 那鲁斯鲍姆的这本善的脆弱性的 它就是为这样的思考提供了一个基础和起点 对吧 当然对理解它后来发表的一系列著作也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这应该是鲁斯鲍姆应该是他的成名作 但是也是最重要的作品 我们知道鲁斯鲍姆后面也写过像法律与文学这样的著作 但是呢 其实被很多人也批判了 就觉得他最最最好的著作也是这本善的这个脆弱性 是吧 那么当然了 也就是在善的脆弱性为他的思想进行了一个奠基 所以最后后代他发表的一系列著作都是为人的尊严的根据 提出了与传统的观点 尤其是康德式的观点极为不同的理解 康德观点就强调人的一种理性的一种能力 是吧 康德的观点是觉得像情感这些东西是很偶然的 情感是构成了对理性和道德尊严的生活的一种障碍 但是罗斯巴姆就认为啊这个要重视这个情感联系和情感的依恋 作为人的一个本质特点 在此基础上呢 才能对社会合作的这个目的和社会正义的目标 能够提出一个更深的一种洞见 就更能够矫正我们现代性的问题 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议者这开篇的这个一段话 已经给我们强调了读这本书的一个重要性了 是吧 好 我们再来看他现在介绍一下罗斯巴姆吧 罗斯巴姆呢是1947年5月6号出生在纽约 现在多大呢 我这个数学很差啊 也七十多岁了 是吧 七十二七十七十五岁左右 是吧 好 然后呢 他的父亲呢 是一位费城的一位税务律师 母亲呢 当然就是全职的家庭主妇啊 当然也是一位史类的设计师的 罗斯巴姆呢 他在维尔斯利学院入学 二年级的时候 对表演产生兴趣而退学 后来呢 又到纽约大学 这下就学习整个学科了 叫做古典学 他的专业范了 是吧 他特别的关注这个古希腊的碑技 他从表演 然后呢 到这个古希腊碑技 我觉得也是顺理成章的 也是个文学青年吧 1969年呢 获得文学学士学位 然后呢 到哈佛大学去读研究生 1971年呢 获得到这个古典学的硕士学位 大家知道那个理睬 也是很有这个文学色彩的人 是吧 理睬也是个古典学的 一个专家 是吧 但是理睬后面写的那个 第一本著作叫悲剧的诞生了 就引起了古典学界的一片恶评 不是好评 那鲁斯鲍姆的这本书也是 鲁斯鲍姆是古典学专业的 但实际上他写的这本 这个善的脆弱性 也受到了很多古典学家的批判 是吧 没有遵循这个古典学 这个研究的基本的规范 那么鲁斯鲍姆当时呢 对古代哲学已经产生信息了 所以他就跟从了古希腊的哲学专家欧文 研究古代哲学 然后你看1975年 是吧 28岁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 然后呢就在哈佛大学的古典系任教 82年他申请哈佛的终身教旨失败 失望之余呢 就到布朗大学去任教 94年就进入了芝加哥大学法学院 我们知道芝加哥大学法学院 非常重视这样的一种古典的自由教育 和人文通识教育 是吧 所以在这里当然他就能够得到 更宽松的环境和用武之地了 是吧 94年 鲁斯鲍姆加入法学院 然后呢 长期执掌该校 并且担任和法学系和哲学系合并的 这个 一个弗罗伊德 弗罗伊德的杰出服务讲习教授 西方那些都是与一些杰出专家命名的一些讲座教授 这个就是一个终身的 荣誉的 也是一个非常实在的 具有身份和地位的一个教职吧 同时兼任了该校古典学系和政治学系的成员 当然参加了什么南亚的研究委员会 和一些人权研究项目的 还有是芝加哥大学 比较宪法研究中心的创始人 这些都是他的头衔吧 那鲁斯鲍姆呢 是一个极为勤奋思想活跃的哲学家和古典学家 他以自己淹博的学识 对人类生活的核心领域 最核心的领域当然就是社会正义的领域 这些最伟大的思想家 最后都会要回归到对人类的基本正义问题的思考 他对这个问题做出了深入的细腻的观察和分析 然后在学术界和公共生活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所以鲁斯鲍姆 他的这种做一个理性的哲学家 他的地位应该说在二十世纪 除了鲁斯鲍姆之外 另外一个就从学术的含量 分量来说 可能就是汉纳阿伦特 他们也都是倾向于从古典入手的 是吧 汉纳阿伦特跟鲁斯鲍姆 应该是属于双方并利 所以他多次被评显为 全球一百位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 和五十位最有影响的在世的哲学家 这很厉害了 那作为学术界和公共知识界 足有影响的人物了 鲁斯鲍姆他在从事学术研究的同时 他也积极地参与社会和公共社会 也就是他也是个公共知识分子 曾经担任美国哲学协会 国际合作委员会和女性资格委员会主席 和公共哲学委员会主席等等 这些我都不想多念了 是吧 然后也成为比如说 英国国家学术院的通信院士 人类发展与能力协会的创始人 有一系列的这些重要的一种 学术的奖励等等 这些我们就不用提了 对我来说他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写出了好的作品 那么到目前为止 这个鲁斯鲍姆他已经发表了 二十多部著作 五百多篇论文和评论 编辑出版了二十一部著作 或者文集 他的专注包括 两个古典型研究的 第一是亚里斯多德的 论动物的运动 第二是善的脆弱性 古希腊碑记 以哲学当中的运气伦理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要读的 这一本 第三本是爱的知识 哲学文学与论文集 然后呢 欲望的治疗 希腊化时期的能力理论与实践 然后诗性正义 这是他关于法 法帝与文学的一本书 然后呢 还有一本叫做 爱国主义的一个真论的书 还有一本书 关于通识教育的 叫培养人性 从古典学的角度 为通识教育改革辩护 这个我以前研究通识教育专门 去引证过这本书吧 另外你看 他还有专门研究 这个波拉图的理想国的这个专著 还有研究到性理社会正义 我们知道波斯拉 这个波斯拉对这个鲁斯堡 也有很多的批判 也是美国著名的一个法学家 他写过一本书叫性与因理性 对吧 里面也有 他在波斯拉在他的法律文学 性理正义 性与因理性 就是他们之间是互相批判 和对话的关系 这个是这一本 但波斯拉是一个实用主义的 一个法学家 是吧 然后呢 这个鲁斯堡 当然也会对这些 女性和女性的问题 也有很多的论述了 包括女性与人类发展 情感的智慧 关于人性的厌恶 羞耻与法律 还有正义的前沿 还有关于民主问题 涉及到东亚和印度 还有良知自由 还有兴趣向于宪法 还有公立教育的一种反思 还有研究人的创造能力 还有关于哲学方面的书评 等等 这个我也不念了 这是他的这些书 这里面 像培养人性 获得了一些 叫做类似著作奖 性与社会正义 也获得什么著作奖 等等 那么我们当然 列了那么多的标题 从这些标题就不难看出 鲁斯堡墓 他是致力于探究 这样一些核心的主题 人性与人类生活条件 包括我们今天要 我们要读的这本书 那就是要关注 人的一种善得可能性的条件 以及关心人的正义 以及制度的问题 还有情感 在人类的这种文明 政治生活当中 它的地位 以及人文学科和人文通识教育 以及政治自主义 宗教宽容等等 总而言之 他把理解人类生存状况 探讨善好的人类生活的可能性 善好的人类生活就是good life 实际上就是古希腊人非常关心的 叫做美好生活 美好生活的这种可能性和条件 就是去探讨就是最底层的 最根本的一些问题 那么在从事这些研究的时候 他不仅将自己在古典学和哲学方面的学术信念 以众多领域结合起来 它是一个交叉学科的研究方式 包括人类学 文学 政治学 社会学 心理学 法学等等 他的这些都 这是美国的 就是整个的人文科学 社会科学化 这些都是领先人物了 那么他也把自己 对于人类生活的细致体验 他的体验跟波斯那 肯定就不一样了 所以说就这种体验就带入了 对有关问题的多层次多角度的思考当中 就更有一种同情的理解 所以他的著作不仅在哲学上 具有难以皮立的思想深度 然后在情感上也有丰富的感染力 那鲁斯·鲍姆的研究领域 主要包括古希腊的哲学 伦理学 政治理论和政治哲学 以及法学研究 他不是一位生活在疏灾里面的学者 而是对人类生活所面临的各种现实问题 充满了深切的关注 他试图用自己对古代哲学和文化的 重新理解和解释 来思考人类生活所面临的一系列的 政治社会和能力问题 你看 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古代的这些过去的哲学家的思想 因为他们的经典包含了人类面临当下的问题和处境的一些根本的寻找答案的思路和视角 我们并不是说他直接为我们提供了答案 我们所面临的一系列的能力 政治和社会问题 然后在自己组织上探究人类生活的可能性及条件 那么在哈佛求学期间 他有一次跟罗尔斯进行了交谈 我们知道罗尔斯当然是20世纪最伟大的一个政治哲学家 他写的《正义论》 那么罗尔斯在交谈当中就说 如果你有能力成为一名公共知识分子 那么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就是你的职责 所以他在这个时期的这种生活经历 进一步的鼓舞和促成了这种使命感 当然受到像罗尔斯这样的一种权威人士 就是学术界的这种大流的这种提携和鼓励 当然是非常 也算是非常信任的一件事情 而作为一位极其善于通过学术争论和交互 来表达和捍卫自己观点的学者 我们知道真正的思想活跃 就是要不断地进行思想激荡 大家不断地通过对话去激活 所以说像罗斯鲍姆 包括像阿伦特这样的人 都是特别地喜欢跟别人争辩 一天没有对手 他这个热情和激情好像就火焰就枯萎 所以一定要不断地跟不同的人进行批判和对话 所以说罗斯鲍姆也就成为一位 一位当代的极具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 1993年一桩关于男性同性恋权利的案件 被上述到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 那么这个案件里面涉及到这样一种说法 就是科罗拉多州的宪法修正案第二条 他排除了男性同性恋者可能欲求的某些法律保护 因此剥夺了他们的公民权 那么为了对这桩案件进行判决 当时的法官贝利斯就希望知道州宪法修正案第二条 是否能够在理性根据的基础之下得到辩护 就是说你这个修正案 你是限制了男性同性恋的某一些公民权利 那你的理性的基础是什么 就是说是你除了得到宗教论证 当然宗教里面有论证 圣经里面它就是禁止同性恋本 但是我们作为一个人类的判决 你就要看你除了宗教的理由之外 你有没有一种以宗教无干无关的世俗哲学的理由 我们知道这两天在美国又发生了一个事件 就是我们知道应该是73年发生了一个罗伊素韦德案 就当时支持最高法院支持堕胎的案件 当时一下来我们都知道最高法院的这些案例当中 最容易被推翻的肯定就是罗伊素韦德案 果然前一阵 现在最高法院又禁止有堕胎的权利了 那么禁止堕胎为什么 隐不允许人工流产 这个问题当然有宗教理由 因为圣经的理由 基督信仰的理由 它就禁止堕胎了 但是除此之外 有没有世俗的哲学论证 是吧 好像那围绕这个问题 像哈佛大学的行政学教授 哈维曼斯菲尔德 普林斯顿大学的法哲学家 罗伯特乔治 波斯顿访学的 牛津大学哲学家 芬尼斯 都提交了一份 向法院提交了一份 极为详尽的宣誓书 来支持这条修正案 具有理性的根据 这些都是在世的 一些最伟大的法学家和政治哲学家 而当时仍在哈佛任教的 政治哲学家斯蒂芬 斯蒂芬马切多 他和布朗大学任教的 这个鲁斯鲍姆 就持了与此对立的观点 那么在这场审判当中 这些证词和誓言 最后就落脚点 就落脚到古典的作家 特别是苏格拉底 波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对同性恋问题的判断上 很有意思 我们知道古希腊的这些文人知识分子之间 就公民之间的同性恋 是一种非常盛行的一个社会思想 同性恋 我们读过波拉图的爱意片 是吧 也就是叫做会影片 就讲到很多的同性恋的问题 是吧 那时候同性恋 你们看福克的信誓 也咱们讲过古希腊的同性恋文化 它那时候不叫亚文化 它就是个主流文化 老师和学生之间 就是一种同性恋关系 爱的关系同时是一种教育的关系 所以说你看很有意思 鲁斯豹姆那当然了 信守恋来 他就利用自己对波拉图相关著作的解读 来阐明古希腊人对同性恋的态度 所以他就反驳如下主张 这种主张就认为 哲学是为立法反对同性恋 争取不受歧视的权利的做法 提供了证据 鲁斯豹姆就说 谁说哲学史上是反对同性恋的 是歧视同性恋的权利的 不是的 你看古希腊这些哲学家 他们都在论证 我们的同性恋是有很多的权利的 是吧 那么在鲁斯豹姆提交的一份档案 文档当中 他先生在前基督教时期的 整个地中海的传统和文明当中 同性恋的浪漫关系 他们的爱慕和性行为 都得到了高度的尊重 这种关系从来不被认为是可耻的 因此在基督教传统之前 没有证据表明 自然法理论会将同性恋的信爱 视为不道德的 不自然的 或者不适当的 你看这就围绕当代的社会议题的争论 所以在鲁斯豹姆以对手的争论当中 关键的问题显然就在于 如何解释波拉图在他的著作当中 用来描述同性恋的那一个古希腊的关键词 那么围绕这个关键词 具有天主教保守主义倾向的 哲学家菲尼斯就认为 这个词就是T-O-L-E-M-E-M-A 是吧 就古希腊的同性关系的词 他说这个词在古希腊意味着最大恶极 所以说波拉图的一些对话 格尔基法律篇 都将同性恋描述为是一种什么 叫不自然的 也就是表明波拉图 其实从道德的立场 他是拒斥同性恋的 可是鲁斯豹姆就反击指出 他说菲尼斯将古希腊世界当中 并不具有的东西 输入了波拉图文本 就是我们认为这个词是一种 包含了一种罪和错的道德韩语 是我们今天的这种理解 他说学理上的解释 并不支持 我们的这些因译者 把这个词译为最大恶极 他说实际情况相反 不论是苏格拉图 波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 他们都不曾对 那些不涉及强迫的同性恋 就是自愿的 是吧 承认的公民之间的同性恋 他们是并没有一个道德意义的 所以鲁斯豹姆在这桩案件当中 他提出的核心主张 就主张了 古希腊这样的一种描述同性恋关系的词 他在道德上是中立的 是吧 那么但是呢 这个主张呢 在古典学家当中 也没有得到一致认可 就是说古典学家 也会反对 可能鲁斯豹姆对这个词的这种 道德中立化的这个解释 那么回到这个案件啊 这个贝尼斯法官最终呢 他也决定不按照所谓的理性根据来判决 就决心上 到底有没有支持同性恋 或者反对同性恋的理性根据 这个都是属于那种什么 争论不休的 是吧 所以说呢 法官相当于法官没采纳他的意见吧 可是呢 我们可以看出 鲁斯豹姆啊 对这件事情的参与了 就明确的显示了 他试图用学术来影响 公共生活的决心和态度 那这种想法在多年前就已经啊 这个小事流刀 或者出路锋芒了 1987年 在反对艾伦布鲁姆的 美国精神的封闭的评论当中 这本书非常的重要 这本书呢 是美国 布鲁姆他是 那个施特劳斯的弟子 是美国的著名的 这个保守主义的代表吧 是吧 那么 布鲁姆在这本书里面 当然提出一系列的保守主义的立场吧 而鲁斯豹姆就反对 他说 尽管布鲁姆仓道阅读 经典著作的传统 可是呢 他并没有真正理解 经典著作的精神实质 反而 竭力的鼓吹 大学的人文教育的使命 就在于培养精英 这个确实 我觉得鲁斯豹姆这一点 我是赞同的 就是包括我们今天 我自己所在的这个文化机构 之物是 我们一直在倡导要培养 要读经典 是吧 你要回到古典 但是并不说是 我们这个经典和古典东西 就只是少数人的事情 我觉得它是一个公民的 一种普遍的人文素养教育 和公民教育的 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 你怎么要人为的 说 它就是一个少数的精英的 这个专利呢 是吧 那么对布鲁默的这些猛烈的攻击 就是他们之间的这样的一种批判和对话 让鲁斯豹姆 首次引起了公众的关注 对吧 那么所以也是为了回击 保守主义 对大学的教育 和学术 所产生的批评和挑战 所以鲁斯豹姆在培养人性当中 就通过 借助古代哲学的这些传统 尤其是苏格拉底和斯多亚学派的传统 指出像权儒派的哲学家蒂欧根林 早就主张啊 我们看不仅是某个特定的共同体的 或者国家的成员 我们也是世界公民 看见没有 就是我们也都有一种什么了 作为人的一种普遍的平等和尊严 对吧 因此呢 我们不仅应该尊重家庭 和我们所属的当地共同体 也应该尊重其他共同体和文化 因为我们都具有同样的能力 都有同样的尊严 所以就是强调一种普世价值 是吧 或者多元的价值 他就详细考察了这个思想 在西方思想史上的发展 比如说从西塞罗和斯多亚学派的思想家 然后最后在亚当斯密和康德 等启蒙的自由主义思想家那里 得到了倡导和发展 所以鲁斯鲍姆金顿正说 他说大学通识教育的目的 就是在于培养学生的世界公民意识 而不是一个精英 就是好像我读了这些书 我就比你更高明 我就应该成为统治者 不是的 所以多元文化主义 本来就是苏格拉底自我审视的 思想传统的一个重要的支流 因此在公立主义的教育批判当中 他就进一步发展了类似的主张 他表明人文科学包括艺术在所有的教育层面都很重要 对于培养和塑造批判权威的能力 跨文化理解的能力 以及整个人类共同体的观点 来看待和处理事实上发生的复杂问题的能力 都是不可获取的 实际上就是一种批判性思维的一种能力 通过充分的论证 寻找有充分理由支持的一种答案 去探究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所以人文科学的教育 所以不应该以盈利或者功利为目的 而应当成为一切教育的核心 就是因为它是成人的基础 或者就是我们就成长为一个成熟的公民的一种基础 这个成人当然就是要具有一种独立的思考 批判意识和民主意识 同时对人类的事业充满同情的这种合格公民 所以我们读斯报的说 民主社会的健康乃至幸存 是取决于将公民培养为 在重大问题上为自己而批判的 严格地进行思考和判断的公民 他们广泛地思考所生活的世界及其历史 经济结构以及各个民族及其互动 他们敏锐地想象 处于一个与自己不同的他人的处境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这就是一种同情地理解 换位地思考的一种能力 表达和倾听的能力 或者叫做公共对话精神的能力 所以鲁斯报姆对待人文学科的态度 就表达了他自己对启蒙运动 和自由主义的基本观念的一种承诺 就是说承诺就是什么 我们这些东西 我们都在尝导自由平等 但他能不能兑现 能不能普遍地兑现 能不能对所有的人都兑现 比如说男性和女性 比如说发达国家和发展的国家 因此对于反对启蒙运动思想纲领的 所谓的那种后现代主义者 他不仅不以为然 就是鲁斯报姆还是捍卫 这种启蒙运动的这些核心价值的 所以他就批判这些后现代主义 他将德里达的著作 描述为全然不值得研究 这个就比较厉害 我说德里达当然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 强调这种差异的解构的一个哲学家 他说你的思想没啥价值 认为德里达的分析缺乏认真研究的证据 为结构而结构 他也批判福克肢检地是概念混乱 福克提出很多的普系学 他对我们传统的一些概念 比如什么是权力 power 什么是纪律或者规训 规训就是discipline 他都提出了一些非同反响的见解 可是在鲁斯报姆这里 觉得是不以为然的 而在评论性别的这些作家 像朱迪斯巴特勒的一部制作的时候 这个是著名的一个女权主义者 他也指出这位古代的理论 古怪的理论家 在美国学界煽动一种自我成立的姿态 而就是自己完全呈现于 自己的身份和角色里面 是吧 他说巴特勒所倉导的那种 后现代的女性主义的象征政治 实际上并不关心女性 就像我们说 你说我是爱人类的 你就真正的爱人类吗 你说说而已 他不关心女性真正的现实的生存状况 他只是用对任何人都毫无价值的东西 自娱自能 这些批判都是很刻薄的 因此将女性主义的社会政治的批判 引入歧途 也包括引起那么多人的反感 所以鲁斯报姆 他对女性的社会与政治地位 性与社会正义 女性的身心健康和能力平等 所做的一系列的研究当中 都可以很明确地看到 他是如何有意识地 对女性主义的社会政治批评 是实施一种彻底的重新的导向 他本身也是个女性 如果是一个男性作家 这样批评可能会引起更大的反弹 比如说在性与社会正义当中 鲁斯报姆 他是以所有人的平等尊严 和平等尊重的思想为出发点 对女性的性别特征 以及女性在现实世界当中 受支配的状况 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剖析 然后捍卫和发展了一种 自由主义的普遍主义的女性主义 他反对将女性在现实社会当中的 这个重属地位 看作是一种自然的事实 是吧 自然的不一定是自由的 他认为这种状况 完全是无视社会正义 和政治正义的结果 而另一方面 他也不同意很多的女性主义者 对自由主义的一种批判 就认为了自由主义 对个体的这种规范优先性的强调 导致了一种利己主义 是吧 并且进一步表明 同情关怀和爱 如何能够成为自由主义的本质要素 是吧 而在鲁斯报姆看来 女性服从他人 为了某个更大的社会群体 比如说家庭 而牺牲自己的福祉的倾向 其实在很多情况下 在道德上都是值得赞扬的 你看在这一块 好像他又显得比较传统一点 他不像我们 这个主流的这些女性主义 作者那么激进吧 是吧 所以是他说 在道德上是值得赞扬的 可是我们不应该把女性服务于家庭 看成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道德上可以觉得挺好 但是你不能说是女性就该干这个事情 这就是她的角色 那这个就错了 是吧 所以他说 这样的一种倾向 往往是在不公正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 反映了社会并不充分重视女性的福祉 然而重要的是 理性在保持自己的性别特征的同时 应当能够自主的选择自己所认同的生活方式 因此他的观念可能更平衡吧 更忠道吧 所以说鲁斯鲍布实际上 并不倡导那种全然的抹除性别特征的 极丹的理贤主义 就有些理贤主义就觉得 比如说我们对理性有很多的刻板印象 理性就应该温柔 理性就应该相夫教子 所以说理性就说 那我女人我也应该阳阳之下 我女人我可以把我的乳房给他割老去呗 是吧 我女人也应该像一个男人一样 等等等等 那实际上就是觉得 他抹杀了基本的性别特征 是吧 这个呢鲁斯鲍布当然也是不赞同的 是吧 比如说他论证说 他说在两性关系当中 只要双方都能够做到平等尊重 被当做性的对象 被当做一种不可思议的事物般的存在 就未必是道德上有害的 就是你要承认这种差异 这种差异的现实 反而可能是一种人性化的事实 因为我们可以由此而及时的 自己并不是自己自足的 我们都是因为差异 既是我们的特色 也是我们的不足 这个社会就是一个多元的 才是一个自由开放的 是吧 承认这一点呢 不仅是人之为人的一个本质特征 也是好的人类生活的一个根本标准 所以他在善的脆弱性当中 对此提出了这个相关的论证 那么由此可见 鲁斯鲍布他与那些保守主义 或者激进主义 或者旅行主义 都是有根本分析的 这不仅体现在 他试图在多元的文化主义的框架当中 捍卫一种伦理的普遍主义 竭力的维护理性 在人类社会政治生活当中的地位 而且也体现在 他对世界主义的伦理观念的 根本的这个承诺和尊重 他对社会正义和社会批判的思考 所以才变得更加的深刻和广泛 就是他的视野更开阔 那么以上提到的这几件事 尽管只剩鲁斯鲍布 这个学术生涯当中的一些花絮 我们却可以就是 亏一般人之前 能够揭示他自己对一代学术的态度 以及对学术和公共生活的 这个关系的理解 所以对这个鲁斯鲍布来说 学术思考和写作 如果不与对人类生活的现实关切 和情感的投入相结合 就会显得特别的苍白无礼 就会堕落为一种自娱自乐的游戏 成为一种猎起个人民生的手段 好 鲁斯鲍布是一位具有世界公民意识的哲学家 而且作为一名公共知识分子 他不仅竭力为这样一个理想提供哲学上的说明和辩护 也试图在公共生活当中倡导和实践这种理想 尽管他的哲学论主涉及很多方面 但是如果非要用一句话来概括他的哲学工作的本质 我们就可以说鲁斯鲍布他试图对人性 对人性提出充分的理解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 发展和捍卫一种普遍主义的道德观念 和一种世界主义的政治理想 而且在这样做的时候 以某些持有类似观点的学者不同 他充分的估计到了人性的复杂和多样 包括人性的脆弱和善变 所以说这一点尤其体现在 他对情感在人类生活当中地位的论述 他从斯多哥学派那里 继承和发展了一个核心观念 这个核心观念就是认为 情感在本质上是认知性的 体现了我们对世界包括他人的判断 就是我们对他人的判断 如果纯粹是持理性的立场 我们的判断一定是有偏颇的 一定是有欠缺的 对吧 那么因此呢 我们不能够将情感及其各种表现形式 从人类生活当中分离出来 你分不开 更不能像理性主义哲学家那样 把情感完全看作是理性的这种妨碍 或者理性的这个束缚 情感不仅是人性的内在的构成要素 而且呢这种有情感的这个依恋关系啊 也是好的人类生活不可缺少的部分 就是很多理性主义者 就是当你在情感上遭受一些危机的时候和打击的时候 其实你就可以发现你这个生活没什么意义啊 你的理性 我把什么事情都说得偷偷知道 这想到一清二楚 可是我的情感生活很糟糕 你觉得这样的人生有意义吗 但是反过来你光是说为情感而情感 你的情感没有任何理性的支配 结果是情感泛滥 情感的自我的一种毁灭 那可能当然也不行 是吧 所以这个思想呢 不仅构成了善得脆弱性的一条论证的主线 也是鲁斯鲍姆后来发展他的这个能力理论和正义学术的思想技术 就是能力和正义都离不开人的一种情感的基础 对吧 后来他的相关的著作像正义的前沿和政治情感 你看都得到了啊 这种他的这种观点都得到了这个体现和落实 不仅如此的 这个思想也有助于我们理解 鲁斯鲍姆为什么在他的哲学论诸当中 频繁地采用文学作品加以讨论 就是他讨论哲学的这些主题 但他是从文学作品里面寻找讨论 因为文学作品他能对人性和情感的复杂与丰富 进行全面的深入的展示 所以在他看来文学作品所提供的这种细事性的论述 能够使在读者一方面 一方产生同情和疑情 因此能够让我们对人类生活的处境啊 有更深切的体验和感悟 从而以这种方式促进公民意识 和对人类的共同命运的感受 所以他说只有用细事艺术家特有的语言和形式 才能贴切而精确的采明某些人类生活的真理 就人类生活的某些要素来说 小说的艺术措辞就像紧接的友谊天使 在日常言说和抽象的理论话语的那些迟钝的 盲目的反应迟缓的地方仍然让我们保持敏锐 在他们变得呆滞和沉重的地方 仍然能够自在轻盈的舞蹈 对吧 所以这就是一种情感重要性 我就想到我们之物之前证 刚刚读过一本历史哲学和理论方面的书 叫做海登怀特写的原始学 这本书也是强调 就是在历史研究当中 情感和文学想象的这样的一种重要性 因为历史学 你也不能说它是一个纯粹的科学 如果历史没有一种同情的关怀 温情的敬意 缺乏基本的一种文学的诗性的想象 那这样的一种历史 也会遭遇很多所谓的历史主义的危机 这跟哲学者是一样的 所以说我们不难明白 《多斯报》为什么格外强调情感教育 在人文科学和通识教育当中的重要性 不过尽管《多斯报》继承了 斯多哥学派的情感理论 但也就是情感本身就包含着认知的要素 情感不完全是非理性的 情感也是一种认知要素 可是它并不接受斯多亚学派 对情感的最终的结论 这个结论就是认为 不加管制的情感 会摧毁一个人的道德品格 而且对情感还是有一种 不信任警惕的态度 所以说在斯多亚学派看来 就情感依恋在某种意义上 不能为人所控制而言 我们应该通过有意识的训练 使自己彻底摆脱情感的依恋 这是斯多哥学派的一种 相当自我修行 甚至后面发展到有点情绪主义了 但《多斯报》显然是排斥这样的主张的 他坚持认为动物性也是人性的内在的构成部分 而情感同样是我们动物性存在的一个规定性的特征 这个思想其实就是他在《善的脆弱性》这本书当中 试图论证和发展的一个核心主题 这个鲁斯邦姆在这本书当中 对人性和人类生存状态的思考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的学术兴趣的发展 那么为他后来的哲学写作提供了一个思想基础 他后来的很多的论诸都只在进一步的思考和发展 善的脆弱性的一些理论 那么实际上在善的脆弱性的第一章 以及后来的修订版的誓言当中 他已经对这本书的核心思想和基本结构 做了详细的解说 所以说以下这个议者的导言 他的阐述重点是两个基本议题 第一是鲁斯邦姆撰写这本书的思想背景 以及他对人类和人性条件所提出的理解 第二这种理解又如何影响到 他后面对正义的这种思考和设想 我们继续来看 那么善的脆弱性是鲁斯邦姆的成名作和代表作 在撰写关于亚里士多德的这个 论动物的运动的博士论文期间 其实他就在开始构思这部著作了 我们可以合理的推测 正是他在这个期间的生活经历 他对古希腊的悲剧 波拉图以及亚里士多德的这样的阅读 使他产生了撰写善的脆弱性的最初的冲动 在纽约大学求学期间 他在希腊写作课上认识了这个 埃伦·纳斯·鲍姆毕业他相爱 大学毕业以后这两个人就结婚了 那么他的丈夫呢 这个毕业以后呢 这个就赴牛津大学研究古典语文学 1974年获得了这个比较语文学方面的文凭 后来去哈佛大学研究语文学 并且呢在1976年获得这个博士学位 之后呢在耶鲁大学担任了十年的教职 到1985年又到康奈尔大学任教 他丈夫作为印语文学家和古典语文学家 是出生在一个犹太人家庭 而马沙鲁斯·鲍姆在跟他结婚以后呢 也皈依了犹太教 因为他觉得犹太教就像戏剧一样 犹太人的整个经历 真的就是几乎戏剧性的 他说这个犹太教的这种戏剧化呢 具有强烈的这种情感的表现力 所以两人在 但是后来两人在1987年离婚了 然后呢有一个女儿叫雷切尔 是吧这本书的这个提记啊 就是献给他的女儿的 那么这场婚姻的破裂 以及鲁斯·鲍姆撰写的这个 善得脆弱性的动机啊 其实我们在这个时期 他的个人经历和体验当中 是能够找到一些可辨别的 这种联系的 那么出生于中产阶级家庭 并且备受父母宠爱的鲁斯·鲍姆 在进入大学之前呢 他养尊处优嘛 没有体验过人类生活的脆弱 在后面感情啊 进入这个婚姻情感经历啊 一些婚姻的危机 确实对人类生活的脆弱 有更深的体验 是吧 可是到他的婚姻呢 也就让他有这种脆弱性 有这个感受 然而鲁斯·鲍姆的父亲 你看 因为这场婚姻 他们前家都发生了冲突 因为他的父亲 对犹太人持有偏见 认为犹太人出疏不堪 因此不赞成这场婚姻 而且季节参加他们的婚礼 而鲁斯·鲍姆一下就从父亲眼中的宝贝女儿啊 变成了一个叛逆的孩子 而鲁斯·鲍姆在哈佛求学的那些日子 这个强调概念分析和逻辑推理的分析 仍然在哲学界占有主导性的地位 当时的大多数哲学家 闭口不谈 与人类存在和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那些问题 当然主要就是情感的问题 甚至是非理性的这些问题 这种哲学研究风气啊 就令鲁斯·鲍姆感到格格不入 不只是因为他本来就是在亚里士多德的感召之下 才进入哲学领域的 因为亚里士多德说过 一个人应该如何生活这个问题 才是最根本的哲学问题 你不能刚是讨论各种 非常技术化的语言的这些问题 是吧 还有呢分析哲学 它吸引了一群以男性为主的 咬文角质的研究者 所以说就助长了一种 理性做不了哲学的偏颇心态 你们这些女人不适合搞哲学 分析哲学是一个高度技术化的一个东西 这就将这种性别差异和角色的定位联系起来了 然后呢这样的一种心态也出现在 鲁斯·鲍姆的婚姻生活当中 1972年他怀孕的时候 刚刚被选为九父盛名的哈佛学者学会的成员 他就在想可能其他的学者会不会这样看他 就说我们让一个女人进来了 可是这个女人做了什么呢 他出去怀了一个孩子 就这样就OK了 是吧 更有甚至在当选哈佛学者学会的成员时 一位享有声望的古典学家 给鲁斯·鲍姆写了一封祝贺信 信中说道 既然女性学者这样的说法并不合适 那就不知道该如何称呼 我们这个学会的一位女性的成员了 是吧 当然了 这个非常熟悉西大文的鲁斯·鲍姆了 他很清楚 就是既然在希腊语当中 以男性成员相对的是一个词 所以说他也可以用这个词来称自己 叫做Hetaria H-E-T-A-I-R-A 当然这个词在希腊语当中并不是指女性成员 而是指什么呢 受过教育的高级纪律 他实际上是以一种反腐的姿态 去否刺这一帮男性的这样的一种偏见 那么这种看待女性学者的另类眼光 让鲁斯·鲍姆很不自在 他进入了一个主流的一种白人的 男性的这样的一种 理性的一种知识阶层 就核心的精英阶层 他就感到很不自在了 因此他下进决心要什么 自强不息 甚至他在临产期 还将亚里士多多的政治学 带到医院里面 就是边生孩子 边研究亚里士多多的政治学 是吧 以便让咱们知道他仍然在工作 那么就像他在日常生活当中 培养起来的长跑习惯一样 鲁斯·鲍姆一生当中 在学术上不停地奔跑 大概不只是因为他在研究写作的时候 才会觉得自己作为理性更有安全感 更能体现人生的价值 我发现我现在也是这样 干别的事情都会老是觉得焦虑不安 只有当我一到书栽里面 坐下来 翻开一本经典的时候 那是我的心一下回到了一种 平静的一个状态 鲁斯·鲍姆也是这样的 这是一个理由吧 还有因为他为什么要这样的一种刻苦 也因为他想证明我们理性 也能在学术上做出卓业的贡献 鲁斯·鲍姆并没有明确地告诉我们 他离婚的理由 不过他明确地意识到 艾伦他的丈夫也理所当然地认为 照顾孩子是理性的义务 以此相对 理性对自己职业目标的追求 就应该退机次要地位 所以鲁斯·鲍姆后来写到 他说甚至在善良正派的男人当中 还是有些人没有为生命的精细 做好准备 在碰到照看小孩子之类的问题的时候 他们的良好意愿就搁浅了 而且不谈孩子 不谈家庭 不谈这些人类生活的一些核心问题的时候 都好办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我们都尊重的 但一弄到这些切观重要的问题的时候 这些男人就显示出他们是虚伪的 他们并不真正的关心 什么是美好的生活 所以作为理性的很多次 鲍姆第一次深切地体会到了 道德冲突的存在 并且开始就拒绝康德的一个核心观念 康德认为 只要有了道德上的良好的意愿 就绝对不可能陷入伦理上遭受威胁 或者受到威胁的境地 这是康德的说法 康德的意思就是说 真正的道德的基础是什么 理性 这种理性呢 甚至是冷冰冰的理性 就可以对抗一切的命运的情感的这种因素 那鲁斯鲍姆当然是反对的 而且康德在无意当中 把情感就作为一个什么 需要克服的东西了 是吧 那么按照鲁斯鲍姆自己的说法 他在哈佛大学的终身教职的申请 之所以被否决 并不是因为他在学术上不够出色 而仅仅是因为他作为理性 不仅直言不讳 而且丝毫不掩饰自己的理性的魅力 你们看过鲁斯鲍姆的这个照片的 这个人很有魅力的 是吧 但我不敢描述这个魅力 我说他性感什么 大家也说这是个蓝天主义 但是非常有魅力 是吧 因此鲁斯鲍姆说 我的这种魅力 也让周围人对我感到极为厌恶 所以说鲁斯鲍姆他在求学时期 对现实生活的体验 令他产生了两个重要的认识 第一 在面临广泛的加以设想的 道德冲突的情境当中 任何选择都是有道德损失的 对善的追求在这个意义上 也必定是脆弱的 第二 理性在其追求职业理想的过程当中 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尊重 他们所做出的贡献 也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 他们在现实世界当中的欺从地位 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 不公正的社会和政治条件 这两个认识 一方面是认识到善的脆弱性 另一方面认识到 理性没有得到平等的尊重 所以就在这本书里面 都留下了印记 而且两者之间具有内在的关联 尽管只是在后来的一些论诸当中 它在系统的发展出 对第二个问题的思考和论证 就关于理性的地位的问题 那么善的脆弱性这本书的 它的阻止是探究一个重要的能力问题 就是人类的善是否能够 或者说是否应当足够强健到 可以抵抗任何威胁 我们的善是不是如此的坚强 什么东西都可以抵挡 都不足以把它摧毁 那么鲁斯鲍姆就试图 以古希腊的悲剧作品为背景 通过比较波拉图和亚里士多的 对于人类的善的理解 来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 那么为了充分的理解 这不在叙述和论证上 都错终复杂的能力著作 我们首先需要把它 置于当代能力理论的背景当中 记住 鲁斯鲍姆的这种关系 是带着当代的能力关系 进入到古典时代的 而古希腊思想 往往被认为 对当代能力理论的发展 有一种双重影响 一方面古希腊的能力观 被用来确认当代的能力观点 我们今天的能力观点 在古希腊也有 可是这会有危机 比如说亚里士多德 就旗帜鲜明地主张奴隶制 你不能说亚里士多德 主张奴隶制 所以我们今天也要 认为奴隶制是正当的 行然不行了 不能矜持确认 另一方面也是 以古典的思想来抵抗 当前的德女思想 是吧 这就是当代跟古典的关系 但这两种当然都有点极端 是吧 那么自从安斯康姆在1958年 发表他的那篇重要的论文以来 是吧 在这篇论文当中 安斯康姆他强调 要用美德的概念 来取代抗德以来 就变得格外盛行的 道德义务的概念 我们知道美德是 古希腊的一个重要的词汇 是吧 它叫什么 这个V I 我查 R T U 是吧 E 这个写得七星快照 这个美德 这个德性的词 非常有意思 我们这会儿不展开 后面会展开的 是吧 在古希腊 它是指什么 能力 完善 卓越等等词 后面包括马基雅威力 对这个概念是 发挥到极致的 是吧 康德后来就用 这个道德义务的概念 包括基督教的道德观 后面在理睬的人看来 就是使这样的 充满力量和充沛的 这种累在张力 充力的东西 就变得 萎靡不整了 是吧 变成奴隶的道德 是吧 所以说 这是这个 埃斯康姆 他这篇文章的 这个影响 而善的这个脆弱性 就是在这个影响下 出现了一部论主 他试图通过 诉诸古希腊的 伦理思想 来帮助我们摆脱 某些现代的 伦理观念 尤其是康德式的 道德理论 康德被认为了 提出两个 重要的伦理观念 首先 在康德这里 道德价值 构成了一个 自成一体的领域 而且是一个 最纯粹的 理性的领域 就是说只要一个人 严格按照 责任的动机来行事 他的行动 就具有真正的 道德价值 就是他越 不讲情感 越不留情面 越一视同仁 他越有道德 这个价值就体现出 一个好的意志 就是不受 一个人的处境 所影响 或者威胁的意志 其次 在康德的道德认识论当中 道德就其根据来说 是一种抽象的理性基础 这不仅以对幸福的设想 或者考虑 没有直接的联系 反而成为追求幸福的 理性的约束 当然 康德并不是不讨论幸福 康德是说 幸福是什么 幸福是要回到 上帝和灵魂那里 是一种道德的公设 就是通过道德的一种 前提性的设定 设定 然后回到得福一致的 至善的境界 但是呢 确实在道德实践当中 你没办法追求得福一致 所以康德说 在现实生活当中 有道德的人 不一定有幸福 有幸福的人 这个不一定有道德 是吧 可是呢 显然 鲁斯豹姆等人就 觉得那你这个理性 就成为追求幸福的耶稣 是吧 道德价值因此 就以人的生活的其他价值 就好像就截然分明了 所以说好像就是 至高无上的 那么对道德价值的 这种康德式的理解 就完全否认了 看见没有 生活的际遇和存在条件 对善的追求的影响 就是我遇到谁 是吧 我的一些经历 当然会影响到你对正义 对善的各种看法 是吧 这就是一种 这种叫做缘起 是吧 就是你的一些偶然性 对不对 因此他在看似 这个维护了康德自己 所要倡导的 道德平等的同时 就所有人在道德价值上 都是平等的 康德却将道德 从人类生活的状况当中 活生生的剥离出来 所以在鲁斯豹我看来 康德的伦理学 对当代思想文化 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不仅是导致 古希腊伦理思想的 所探究的一些重大问题 受到了这个忽略 而且也产生了一个 对古希腊伦理 极为不公正的印象 就是认为古希腊思想 对人类生活的理解 并没有起得 特别值得重视的成就 而善的脆弱性 就是要正本青年 它的一个主要目的 就是要通过探究硬气 与人类对美好生活的 追求之间的关系 来纠正这个错误影响 就是硬气 不一定是会阻碍 我们的美好生活的 对吧 不过有趣的是 以很多仕途复兴 古典的美德伦理学的 当代理论家 像麦金泰尔等人一样 等人不同 鲁斯邦某呢 他并没有试图 从他对古希腊 伦理思想的考察当中 引出所谓的道德相对主义 以及反启蒙 反对自由主义的含义 我们就像这个麦金泰尔 包括那个桑德尔 就哈佛大学那个 讲公正的那个教授 他们就主张这个道德 是一种文化性的 秀群的 就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社会 不同的性别 不同的种族 都有不同的道德 这些道德相对主义 是吧 因为亚里斯多德 也曾经提出过这个 习俗跟自然的一种关系 那显然这个鲁斯鲍姆 他是不赞同的 是吧 他确实提到了责任伦理 和美德伦理之间的对比 也像亚里斯多德那样 强调实践智慧 以及对具体的近况的知觉 在实践推理和道德判断的重要性 亚里斯多德强调 一方面有理论智慧 理论智慧就是最普遍的智慧 那实践智慧呢 就是我们在具体的情境当中 如何去权衡力弊 做出最恰当的选择 这在亚里斯多德的 这个尼格马可伦女学里面 是进行了充分的论证的 是吧 可是呢 鲁斯鲍姆呢 始终把关注的焦点放在 放在古代能力思想的 其他的方面 因此也纠正了 某些当代理论家 对古希腊的能力学的 误读与难用 所以鲁斯鲍姆的核心关注 我们可以总结一下 大体围绕以下三个问题展开 第一 在人类生活当中 相当一部分活动和个人关系 它都是围绕着友谊 爱情政治活动 对财产和财富的依恋 之类的所谓的外在的善 而展开的 这些东西是好生活的 必要条件 甚至在适当的条件之下 也可以成为目的本身 是吧 当然另一方面 这些东西的 这些外在的善 又容易受到什么 运气的影响 乃至都遭到颠覆 什么叫做运气呢 就是指人们无法通过 自愿地行使自己的 这种主动性或者能动性 来控制的那些偶然事件 所以如果追求 或者实现外在善的活动 必然会受到运气的影响 那就产生又一个问题 我们应当如何思考 他们在好的生活当中的地位 是吧 就外在善对于好的生活 因为外在善是受到 偶然的命运支配的 我们知道 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能与协议当中 分出了三种善 或者三种幸福 一种是身体的善 一种是外在的善 一种是灵魂的善 亚里士多德肯定是最注重灵魂的善的 但是你看身体的善和外在的善 当然是非常重要的 好像鲁斯棒不在思考 那这个外在善 对人的幸福有啥关系呢 对于好的生活 第二点 如果好的生活 并不在于一种单一的活动 例如一种被认为是 最不依赖外在条件的 纯粹的理性城市 你不能说光是理性城市 才是最好的生活 那么一种 这种理性城市的生活是亚里士多德 在他的论语学当中提及的 可是鲁斯棒不在此 对此是加以拒绝的 他认为这个好的生活 是由各种各样的 个别要素构成的 那么 不管那些关于各种要素 是可以和谐相处 还是可能产生冲突的主张 究竟如何 就这些要素 可能和谐 也可能冲突 那么 而且各个要素之间的关系 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认真考虑的问题 这是第二点 好多生活不是单一的 是多元的 那你就得处理 这些不同的层面 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 第三 一方面 人性当中 本来就存在一些 认为是不受管制的要素 这就是非理性的 用修博的说法是激情的部分 理性是激情的奴隶 是吧 比如说欲望情感激情 那另一方面 一旦这么认识到 好的人类生活 很容易遭受到恶运或者近况的影响 它们就有了一种追求自足的愿望 就是不依赖于外在的愿望 就希望可以尽可能地摆脱 无法自主和没办法控制的东西 如果这样的话 那么那些不受管制的那些欲望 和追求自足的愿望 以及由此制定的理性生活计划之间 又是什么样的一种关系 是吧 我们再总结一下这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外在善的偶然性 第二个是好的生活的各种要素之间的关系 第三个是什么呢 人们的这个人性当中 不受控制的部分 是吧 以理性生活的计划的这种关系 所以古希腊人对好生活的思考 主要就是围绕这三个问题展开的 而鲁斯巴姆的目的 就是要通过系统的考察 古希腊的悲剧作家 以及波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对这些问题的思考 一方面充分地揭示 人性和人类生活本质的复杂性 另一方面利用这一认识 来反思当前的道德理论和政治实践 善的脆弱性质在表明 古希腊思想家与康德 以及当代的康德主义者不同 他们不仅深刻地把握到了 运气对于人类生活和人类价值的影响 而且还明确地承认这样的影响 在鲁斯巴姆看来 古希腊悲剧作家 已经用一种戏剧化的方式 深刻地描绘到人类的善的脆弱性 而波拉图在他的早期和中期的对话当中 一度是拒绝承认运气的作用的 可是到了非德罗篇当中 波拉图一定程度上 改变了自己言有的观点 而亚里士多德则提出各种理由 去赞赞美人类的善的脆弱性 由此令悲剧得到了救赎 所以在善的脆弱性当中 鲁斯巴姆接受了悲剧作家的剑矢 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的方法论 然后经过一系列的 错终复杂的论证 他得出如下结论 如果不首先承认 人类生活的脆弱性 那么人类生活当中自然的好的东西 就得不到充分的实现 这个结论显然取决于如下主张 那就是好多人类生活 就在于其追求和实现 一系列在特定情况下 可能会发生冲突的善 因此在这种活动当中 就必定存在风险或者威胁 就是好多生活事业 风险是相伴随的 是紧密相关的 所以他说我们的价值框架越丰富 我们越有可能要面对这样一种可能性 然而一种刻意避开这种可能性的生活 又会变得贫乏无奇的生活 就是说你要没有任何威胁 没有任何代价 你的生活倒是很平安 但是很乏味 很没意思 是吧 因此我们就面临一个什么 选择 要么为了摆脱运气的左右 去过一种单调的乏味的生活 要么为了追求一种繁盛的生活 而不得不面对运气 请问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所以在面临任何两个既有道德含义 且有相互冲突的险象的时候 如果我们不得不做出选择 只要我们做出选择 我们已经遭受了道德的损失 罗斯报部并不认为 我们应该选择一种 完全摆脱运气影响的生活 因为这种生活实际上 并不是真正属于人类的生活 人类的善 或者说人类对善的追求 本身就是脆弱的 如果好的生活 就是追求那些属于人类的善的生活 那么它本身也不得不是脆弱的 具有鲁斯报部所说的脆弱性之美 脆弱是一种美 就像零代一 要不脆弱就没那么美 是吧 所以他说不论在品达的诗当中 还是在整个古希腊的诗歌传统当中 人的卓越 就是人的这种德性 都被看作是一种 本质上有所需求的东西 一种在世界当中生长 不可能变得无懈可击 并且保持自身特有的优雅的东西 所以在有一次的访谈当中 鲁斯报部用一种更为生动的方式说 成为一个好人 就是要有一种对于世界的开放性 一种信任自己 难以控制的无偿事物的能力 尽管那些事物 会使得你在格外极端的环境当中 可能被击得粉碎 而陷入那种环境 还不是你自己的过错 如下说法都表达了一些 关于伦理生活的人类条件的重要的看法 在这种生活的根基 这种生活的根基就在于 信任变幻不定的事物 就在于愿意被暴露在世界当中 愿意投入注定如梦幻泡影的世界 它是虚幻的 但它是值得我们投入的 这是鲁斯报部的意思 所以说就在于更像一株植物 而不是一颗宝石 一颗宝石就无间不垂 但这个宝石就永远在那里 植物虽然它可能会受到狂风咒语的影响 但植物一直在生长 生长的漏气是宝石 它感受不到的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要好好地品味一下 鲁斯报部这段话的一个主张 那么如何去理解这段话 就必须回到他对人性 或者人的本质的认识 鲁斯报部呢 他跟随亚里士多德 将人理解为一种什么 理性的动物 但是在人这里呢 理性并不是一种 可以跟人的动物性 绝对的区分开来的东西 人对自己的理性能力的行使 本身就在于依赖 它作为人类的动物性的存在条件 因此就无法脱离这种条件 成为一种超然的 自身就能获得某种自主的东西 所以按照这种理解 即使人能够使用理性来规划 或者设计自己的生活 因此尽可能地避免 或者缓解那些无法控制的因素 所导致的损害 可是理性能力的塑造和行使本身 都会受到人的这些 生存条件的影响 所以在本书的修订版戏言当中 鲁斯帮我说 我们只是居住在一个亡国 也就是自然亡国当中 我们的一切能力 包括我们的道德能力 都是此事的世间的 都需要世间的善 来为他的心事提供条件 换句话说 其实就是鲁斯说那句话 人生而自由 却无望而不在枷锁当中 这个枷锁就是捆绑人的东西 就是这些自然的条件 所以人的理性是人类动物 在其自然条件下发展和培养出来的 而不是一种生来 就由某种神秘力量植入人类的 并且可以与其身体存在和外在条件 分离开来的东西 就是它不是 你不能把你的这种理性和你的情感和身体的感受 和这些外在的限制而区别开来 所以鲁斯帕姆强调 人类理性与人类存在的其他方面是相联系的 人类特有的智力和情感都有动物性的规定 不是一种与动物性相分离 或者与之形成对比的东西 因此若不承认人与其他非人类动物 在很多实践能力方面是联系的 我们就无法很好地理解自己 这就是可以说是动物主义吧 理睬基本也是这种观点 是吧 要恢复到动物的这种本能和感受性当中 所以鲁斯帕姆认为 在古代哲学家当中 正是亚里士多德充分地认识到了这个事实 不管是在他的哲学方法上 还是他的能力著作当中 都对该事实予以充分的尊重 正因为如此 亚里士多德才对悲剧予以极高的地位 通过接受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方法 及其对人的论述 鲁斯帕姆对人类理性的理解 已经完全不同于那种强调理性的超越性和自主的 波拉图式的或者康德式的理解 那么这个 哇 还有点长 这个按照鲁斯帕姆对人性的这个理解 人本质上是一种有所需求 有所依赖 有所依恋的这个存在者 人类的善业是以这种方式构成的 那么就此来说了 对人类的特有的好生活的追求 在本质上 它就是脆弱的 那么这个事实在古希腊的悲剧作品当中 是被深刻的淋漓尽致的展现出来的 这些悲剧作品特别强调人类生活当中的偶然因素 比如说我们与自己所爱的这些人和朋友的关系 我们渴求在世界上获得权力和成功的愿望等等 在古希腊悲剧作家的描述当中 运气之所以能够对人类生活产生重大影响 就是因为好的生活是由各种各样的实现的活动 友谊和爱情之类的关系性的善 以及某些外在的善 共同构成的 尽管人类被赋予了理性规划和理性审慎思考的能力 但是人类生活的三个方面都可能会顽固的抵抗理性规划和理性的圣思 第一 理性行动者的规划和圣思 有时候会受到无法控制的外在世界的影响 第二 理性规划和圣思有时候会以非理性的欲望和动机发生冲突 第三 甚至理性行动者追求的价值本身也可以发生冲突 一个是以外在的冲突 一个是以内在欲望的冲突 一个是什么 这些理性的价值本身之间的冲突 如果人类的善本身就是一种 具有一种不可还原的多样性 在发生冲突的情况下 无法用某个单一的一言论的主导价值 加以衡量并且意义解决 那么价值冲突 记住 价值冲突在人类生活当中就是持久而永恒的 我想到了这个马克思韦伯 马克思韦伯在对现代性的危机的描述当中 他就指出 现代性的危机就是一种价值的冲突 就是诸神之争 就没有统一的价值了 所以说就所有的神之间都在争斗 但是谁都说服不讲谁 这个韦伯对这样的前景是持一种悲观的态度的 可是你看罗斯鲍姆 他认为可能价值冲突恰好是持久永恒 而且不一定是坏事 对吧 所以在赛的摧油性当中 他对三部重要的悲剧 一个是埃斯库罗斯的阿加门隆 一个是索福克罗斯的安提格列 还有欧里毕德斯的赫卡帕 他对这三部悲剧 进行了详事的诠释 就是为了表明这一点 比如说阿加门隆 他不得不在拯救自己的军队 和拯救自己的女儿之间做出选择 而不论选择什么呢 选择什么 他就在道德上遭受到损失 这就是悲剧的选择状况 无需凭借这种 这悲剧的选择状况 当然不一定都是这样的一种极端的情境 因为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实际上也是很常见的 你比如说 如果一个女性为了照顾自己的孩子 而不得不放弃她的这种什么 职业的选择 就孩子跟职业之间 那么他就在生活当中 面临了某种悲剧性的处境 这就是他就会有道德损失 那么罗斯邦姆进一步的指出 并非一切悲剧性的选择 都涉及当事人无法排列的 两个竞争的选项 也就是无法按照优先性 或者重要性来考虑的做出前方 就有时候我们是可以 做一个优先性的排斥的 那么在某些这样的选择状况当中 一个选择显然在某种意义上 好于另一个选择 比如说在埃斯库罗斯的七将功特败当中 对于厄克勒斯来说 选择杀死自己的兄弟 是个可怕的错误 但是另外一个选项 叫做毁灭整个城邦 显然是更加糟糕的 所以这种选择就是悲剧性的 就两兄弟最后就为了争夺城邦 就开始战争 所以说这种选择的悲剧性 就是因为每一个竞争的选项 都会破坏当事人所珍视的某些东西 这些东西对当事人来说 是一个好的生活所必须的东西 因此我们越是渴求 按照自己的承诺 以及对某些东西的优先考虑 来追求好的生活 就越容易遭遇这种悲剧性的选择境况 我们陷入这种境况 很多时候并不是因为 我们自己品性恶劣 记住啊 有时候就是好人之间发生的冲突 而是因为世上发生了某些事情 碰巧让我们的生活变成了这个样子 碰巧你看 我就对这种命运无常感 业独业有深 这个深有同感 所以说甚至一个有美德的人 也会因为自己无法扭转的命运 而不得不做出在正常情况下 被认为在道德上不可接受的选择 或者就像赫卡帕 赫卡帕是一个原本 不仅具有善良意愿 而且对自己心目当中的朋友 也极为信任的女人 这个赫卡帕为了寻求复仇 最终让自己变得面目全非 对人类生活本身 以及出于美德的行动 所要求的条件 他进行了一种报复 通过对赫卡帕的景欲的分析 纽斯堡美就得出如下的结论 他说 我们作为政治存在者的自我创造 并不是不肯逆转的 政治这个东西 那种既因为立法而存在 又在立法当中存在的东西 也可以不再约束我们 人作为一种社会存在 就是悬浮在神和兽之间来生活的 是面对这两种自主的创造物 尤其开放的脆弱的本性 尤其最基本的关切的关系性来定义的 可是如果成为人就在于既有信任和承诺的品格 而不在于一个永恒不变的自然事实 那么人也是最容易不再成为自身的存在者 或者以一种波拉图式的方式上升到了 神所既有的那种自主 或者跌落到为狗所既有的那种自主 这两种运动之间的差别并不是很明显 因为两者都涉及以类似的方式 与重要的人类价值隔离开来 我们可以变成狗 也可以变成神 我们可以生活在一种彼此没有信任的状态 这种转变有时候通过一种终身的孤独沉思而发生 有时是通过一系列偶然的变故而发生 甚至当我们并不渴望这种变形的时候 也是如此 就是保罗说的 我励志行善由不得我 我想做的善我做不到 我不想做的恶我恰恰做到了 是吧 一旦人类生活的现实让人们陷入这种状况 不仅伦理美德和实践智慧派不上用场 而且人也可能变得不再是人 面目前非了 然而人的本质并不允许 人将自己转变为神或受 因此 常说人类生活确实存在这种 从人向非人的转变 那就意味着 我们需要设法重塑自己所生活的世界 让人类的善能够在一种彼此信任的条件下 为人所追求 让每个人都有充分的能力和条件 来控制和追求自己所认同的东西 从而缓解 记住不是根本上消除 是缓解硬气对人类生活的影响 鲁斯曼姆对悲记的解读和反思 就把他引入到正义的领域 让他进一步去思考 共同的人类生活 与正义的条件之间的关系 不管怎么说 他对悲记的分析 只在表明悲记作品 以一种直击人心的方式 向我们展现了人类生活的脆弱性 在我们对好的人类生活的追求当中 我们不仅受到各种突如其来的灾难性事件的影响 也因为价值观的不可避免的冲突 而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悲剧作品对这些问题的处理 让我们从受难当中 学会与他人一道生活的重要性 像我们传递了一种 远比当代伦理学所描述的观点 更复杂 更精致的 伦理的这种世界观和价值观 好 我们时间关系 我们今天就暂时先读到这里 我觉得我们要以饱满的激情 对生命本身的一种开放性的理解 进入独自暴墓的世界 同时反观我们自己 谢谢大家 我们下一次继续更精彩